新疆棉花 就在澳洲美国等国家相继报导新疆人权问题后 H&M发出官邦声明表示 对来自公民社会组织的报告和媒体报导深表关注 其中包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 遭到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 强调品牌不和任何新疆服装制造厂合作 也不从新疆采购原料和产品 公告一出 四马难追 粉红的抵制河流直接灌顶 冲向所有艺人跟产品 一份契用新疆棉花声明 全国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从大电商到小摊商 自动自发全面抵制 原来抵制才是中国最强的运动项目 从大陆天贸商城搜寻H&M 马上跳出失败讯息 要不就显示没有找到相关商品 H&M产品不只在大陆淘宝 京东拼多多消失 就连打开百度地图 也都找不到分店讯息 这件事情有两个标题 世界版的是BCI质疑新疆棉花 中国版的是BCI抹黑新疆棉花 事情进度还在迷雾森林 但要是主播说话了 厂商跟艺人就得选边站了 一边想在中国市场赚钱 一边又拿着彻头彻尾的谎言 来攻击中国 这样的操作也许正合了 这家企业的品牌字幕缩写 荒谬 抵制风暴延烧到了演艺圈 包括了担任代言人的陈奕迅 彭于晏 张军丽 许光汉 欧阳娜娜等艺人都纷纷声明 力挺新疆棉 撤出代言 挣钱嘛 生意 不寒然 大家站好 免得被冲离开前朝了 抵制浪潮冲启过后 在中国有着455间店铺的H&M 看来这次是真的 不会回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个店 他已经把这个标给 给门上了 H&M招牌被白布遮盖 该是营业时间 却没做生意 走近看 紧闭的玻璃门上 贴着告示 接着暂停营业 红色超级巨蜜蜜哭 爱国奶粉就泡好了 喝完后 就几个品牌不见了 毕竟在这个泱泱大陆 做生意还得看人家脸色 谁的脸色 好 好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 就是为了看他的脸色 对 我不成了贵着要饭的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 买官当县长还真就是贵着要饭的 就这 多少人想贵还没这门子呢 这是来自电子烟自救会的二不一要自律圈颜 我们宣誓绝对遵守商业行销自律规范 一 不贩售成分不明 违法高风险 或是他国指明禁止贩售烟油 二 服务导电子烟油正面影响 可于任何场所使用 或是对他人无影响 三 要确认购买者年龄 呼吁政府以管理代替禁止 希望民众了解不误解 李朝青涉摊在判108年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朝青泡的茶听说明和力都要拿 传说中的南投茶李王 让真正的内地南投连续上榜了 嘶 电视开始了 检方调查他从2005年担任县长开始 涉嫌在111件公共工程案中 找七舅简雷奇担任白手套 向包生收取回扣或汇款 其中八件最高法院判刑定验 另外103件发回更审 李朝青这次定验的八件贪污罪 其中七个判12年有期徒刑 一个判14年有期徒刑 这是他的罪名 包含第一项神木村的连外道灾修 这第一个判刑就是14年 那接下来您可以看到都是12年 总共加起来是总共判处98年 好 就算合并处理刑情 也是要服刑30年 李大人这么会捞 你这个余货量是用流刺网发 捞到直接顶到有期徒刑30年的天花板 883天前前南投县长李朝青 带着111项罪名当枕头 98年刑期记录当辈子 清喊一生 政治迫害 狼郎当当 发肩入狱 监狱停车场距离牢房大门有多远 清不下南投神坛就走了多远 还没改变台湾的命运 就改变了台湾的记录 4250天前 88丰灾的莫拉克台风青台 吹走了南投山区居民的家 也吹走了朝青的心 深耕七年的前县长 软土深掘 灾害抢救工程中的回扣 朝青没有忘 经过这些年 朝青的手紧泡在水里会有茶色蔓延 而这回扣怎么收的呢 出现了茶叶罐 那么因为呢这个检调在县长的这个办公室之内 搜到了这么一个茶叶罐 里头打开之后发现有现金 现金呢有30万元 你咋想打 宰相肚里能撑船 站在山顶心好寒 朝青的茶叶魔法 把自己变成 目前国内收取工程回扣案 最多件的地方首长记录保持人 这四个人太离谱太快了吧 倾家请起 倾家不离谱 因为接下来 倾家你九四全台湾拥有最多时间的人了 后现前县长李朝青被指控111件 借着之前的莫拉克风灾附件工程 向包商收取贿赂 回扣当中有八件定验 正在入监服刑 最高法院昨天是驳回了李朝青 另外九罪的上诉 各判刑12年定验 一共被判刑了108年 梁山国的每位弟兄 一年派一位来看你 都不会重复 朝青脸上留下的 已分不清是悔恨的泪水 还是免房租的袭击而泣 今年70岁的李朝青 AKA内地贪王 2005年以45.32%的得票率 打败分裂民进党 登上县长大作 2009年再度连任 蓝色大旗在内地南投国插好插身 结果风灾后一时财迷心窍 把自己连根都拔起了 把握握把握把握握 很有很有把握握 党内停权 复职申请夺回 朝青头上乌纱帽掉下来 换到的是脸盆跟钢杯 各项记录写完了 关丢了 接也入了 建议朝青进去有空的时候 要苦练抖手 不要只会跟着喊政治迫害 陈师傅的教学影片都在网路上了 今天是证书破坏的 想那个证书照片不要破坏 安安 大家我是路边 目前订阅433128 我明天要去台中 大家可以告诉我 除了不要乱来喇叭之外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一任开球主审 在棺材当中现场欢腾 啦啦队员直接把桃园市长 放在空中甩 把手都切断了 把手把握握手伸甩 将什么都不拥光 哎呀 终止热店桃园主场队上卫群龙 啦啦队各个又叫又跳 搭配棺材舞配乐 气氛超嗨 下一秒女孩们默契十足 把同样手足舞到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整个扛了起来 就看郑文灿满脸惊恐 算一算一共8名啦啦队员 大家七手八脚抬市场 为了就是庆祝球队得分 这个一时兴起啦 事前没有剧本 那不过我想最重要是 能够把球迷的心 能够紧紧地拉回来 他们抬得起来就代表我不太走 现在有超过80吗 呃没有 OK文灿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 小时候我还想当飞行员跟运动员 看完这场比赛 我也想当桃园市长了 选举将近 各阵营纷纷纷刷起声量 眼看胖终于开出战船 胖一鱼也敲起战鼓 讲到体重 真的是权威 郑文灿说她80啊 你信吗 她不是啦 她不是信 桃园市长郑文灿出席 终止乐天桃园队主场开幕战 贝拉拉对这一台掀起体重之谜 看乐天女孩这吃力表情 到底有几公斤重 健身应该有点成果了 亲自站上体重之一梁 你没看错就是79.8 真的是吓到我了 郑文灿没有80公斤 这么大的新闻 也可以刷好几分钟 郑市长的表现 跟着播操作 我给80分 蔡立伟 还有加分题吗 准备好 很开心的表演 对不起市长 好 好 这样 要给我们郑文灿市长 回一个失礼 我以回载之心 度市长之后 我们市长明明就没有80公斤 我都说到这样的一样 在这里给我们市长 郑重的道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的 那我们挑战者所得到的分数是 84 85 86 87 88 88 再来88 再来88 88 无愧是立院传奇三宝之子 嘉宜第一选区 横扫8万票的立委 一场棒球赛 连人带声量 排了郑文灿一大把 胖猪瑜的眼望 到底往哪望 荧光幕上 脸有放大效果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瘦 照片人家都说像卢广仲 我才打后篮啊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